中庸诸解百百种 后学有鉴于中庸诸解百百种 让有心研究者难以了解 特选屡仙祖灵坛诸解 一般人都知道中庸之道是成就圣贤的最好方法 中庸诸解有文言文及白话诸解 让深浅者都能理解中庸文意 本片分三十三章 章中各有节文 以每节文为一片影片 但愿能带给前贤们法系充满 中庸诸先祖诸解第二十八章第四节 虽有其味 既无其得 不敢做礼乐焉 虽有其得 既无其味 亦不敢做礼乐焉 屡仙祖解解闻言文 虽有天子之味 而无圣人之德 不敢至礼作乐 虽有圣人之德 而无天子之味 亦不敢至礼作乐 是以德位坚全 如摇顺以及三王焉 使能至礼作乐也 旅仙祖解解白话文 如果一个人虽然身居天子之位 却没有圣人应有的德行 还是不敢至礼作乐 然而如果一个人虽然具备了圣人之德 但是却不在天子之位 也是不敢至礼作乐 因此必须有如同摇 顺 以及下 商 周三代君王一般的 为兼具的人 才能着手于至礼作乐之事 中庸吕先祖注解第二十八章第五节 子曰 无说下礼 其不足真也 无学因礼 有颂存焉 无学周礼 经用之 无从周 吕先祖解解闻言文 礼者大道所生也 用以范为人心 而身有所寄托 故礼须应时 应人 应帝 而至其宜 是以圣人曰 无说下朝之礼 而其国所存 典籍不全 不足以作考证 无欲学应朝之礼 有颂国存其指焉 然礼至周朝 周公大定 乃礼荣会大臣也 故至圣从周礼 应其周朝 礼无不周 用无不备 皆应时 应人 应帝 而至其宜 故圣人从周焉 吕先祖解解白话文 礼是由天道真理而衍生 其目的乃是规范人心 使身的言行有所依循与寄托 所以礼乃是应时 应人 应帝 而做事宜的制定 所以圣人说 我虽然喜欢下朝的礼法 然而下的后 一起国所保存的典籍文献 却不完整 因而不足以用来考证 我虽然也想学商朝的礼法 可是商朝的后代宋国所保存的文献仪归 又不是商朝本来的样子 然而到周朝时 周公所完成的礼制 融会了三代的大臣 所以至圣就遵从周朝的礼制了 因为周朝所定的礼制 不论对人 对事 或在任何地方都符合中道 在运用上也都相当完备 所以圣人乃采用周朝的礼制 做推行大道之礼节 请继续观赏中庸吕先祖注解第29章第1节